你看发动机是不是特别倒 这台车呢才跑了两万多公里 转速正常 仪表上也没有亮中的灯 就是油耗比以前要高了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其实啊就是火花塞老化了 很多人一听说换火花塞 就只会往修理厂跑 但是你想过没有 现在人工成本这么贵 你去一趟修理厂 不花个千百百达不了 根本就出不来 今天我来教大家自己动手 两分钟就能更换火花塞 这时我从网上新买的火花塞 只花了一碗面条的钱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这是新的火花塞 还送了一副工具 里面呢还有一副手套 但是呢换火花塞这么简单 手套就没有必要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换 来你看 这个呢就是点火线圈 火花塞呢就装在下面 首先我们拆掉点火线圈 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车 动力没有以前强了 油耗也比以前高了不少 八成啊就是火花塞有问题了 把它换掉就能恢复新车的状态 点火线圈呢都已经拆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拆火花塞 首先呢我们把送的工具 伸到这个火花塞导管里面 逆时针一拧 火花塞就松动了 然后就可以取出火花塞 你看这旧的火花塞 间隙已经很大了 间隙太大化就会导致 混合气体燃烧不充分 点火能量不足 油耗呢所以就会升高 你看这新的火花塞 间隙啊是多么的小 我们比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装新的火花塞 我们把新的火花塞放到工具里面 然后伸进刀管里 顺时针拧紧 好 这个新的火花塞呢就已经换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剩下的火花塞都给它换掉 四个新的火花塞呢都已经换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装点火线圈 插好插头 好火花塞呢都已经全部换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车里面启动一下 看看还抖不抖 如果不抖的话 老铁门给我点了小红心 哇一把招 坐在车里面呢也感觉不到抖了 接下来我们去前面看看 看到没有 是不是已经不抖了 油耗呢肯定也会降下来 换火花塞啊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还不会的话 点个关注手把手教你 我是通哥 关注我 注意还有一千个汽车支持 大家为了方便啊都是用手机导航 但是在开车的时候 低头看手机插绕路线非常的危险 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其实在手机导航里面 有几个隐藏功能 可以让你行车安全提高百倍 特别是第三个 让你开车不再迷路 不再走错路 第一 开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在低头看手机 插绕路线了 非常的危险 我们在导航的右上角 找到齿轮 点一下语音助手 把里面的语音幻想功能给打开 这样在开车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说话来控制导航了 第二 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个人开车出门时 家人不知道你去哪了 会非常担心 害怕你出去鬼混 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开始导航后 点一下右下角更多 找到爆平安功能 这样就可以把行程分享给他们 你走到哪 他们随时都能看到 这样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清白 第三 在经过复杂路口 或者立交桥的时候 经常会走错路 怎么办呢 其实在开始导航之前 左下角有一个AR导航 点进去 这就看到前面的事实突破了 哦 什么时候变道 需要从哪个路口出 都被直接显示出来 而且等红绿灯的时候 前车起步 也会有提示 前车启动 跟着他走啊 就再也不怕走错路了 最后 车子在路上抛锚 或者发生事故了 千万不要慌 我们点一下右下角更多 直接往下滑 在最下面 有一个24小时 随时带病的救援电话 直接拨打 就可以呼叫救援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我是从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个 其实支持 你以为驾驶证 只能用来开车吗 隐藏着这四大秘密 至少还有三亿人不知道 每一项都和你息息相关 建议先双击收藏 你肯定用得上 第一 驾驶证到期了 或者嫌照上的照片太丑 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换 在业务中心里 找到驾驶证补换领 确认身份信息 换驾驶证 点所有换证 换照片 点遗失补证 然后用手机拍一张 或者在相思里 选择证件证就可以了 取件方式选择快递邮件 这样足不出户 就可以轻松换证 第二 开车违章 驾驶证被扣分了 不要怕 其实还可以加回来 在业务中心里 找到许化减分 就可以网上学习考试 一共20道题 答题成功后 可以加一分 一年最多加六分 这就相当于 你的驾驶证 一年有18分 第三 以前开车的时候 必须随身带驾驾 被查到没带的话 非常麻烦 但现在可以直接 用电子驾驾了 所有和纸质版 完全一样 在业务中心 点驾驶电子版 然后用手机拍一张照片 拍完了 它会自动上传信息 随后点一下提交 就可以了 最后 咱们驾驶证的背面 都有一个调性码 里面是有芯片的 如果咱们的驾驾 一不小心丢失了 一定要及时补办 这样老驾驾 后面的调性码 就会自动失效 防止被不法分子盗用 怎么样 你记住了吗 我是聪哥 关注我 这里还有一千个 提示与指 最近很多人打算买车 但是千万不要一高兴 就直接把车给开走了 一定要学会自己检查 否则一旦把车开出了门 不现任何问题 他们都说是你自己弄的 现在边里面的销售库问 最怕我们检查的 就是车上的这几个地方 首先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在车辆的名牌上 都有车辆的生产日期 国产车不要超过三个月 进口车不要超过六个月 然后再检查一下轮胎的生产日期 3721代表这个轮胎是 21年第37周生产的 前面的这些字母不用管 如果轮胎的生产日期 宛于车辆名牌的生产日期 那说明这台车 很有可能因为事故 把轮胎给换了 接着来到车尾 蹲下来 用手摸一下排气管的内壁 如果有大量黑色积碳 说明这台车有烧机油的情况 咱们千万不要买 然后打开放机舱 拔出机油尺 检查一下机油颜色 如果颜色发黑 同时仪表盘上的公里数 大于100 那说明这台车 很有可能是 私爱店的试驾车 咱们也不要买 最后呢 我们来检查一下 全车玻璃的生产日期 数据代表年份 第二代表月份 点在前面用7减于点数 点在后面用13减于点数 那这台车玻璃的生产日期 就是21年10月份的 但凡有一块玻璃 往于车辆的生产日期 那说明这台车 因为事故把玻璃给换了 是台运损车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我是松哥 关注我 此外为千个 其实就是 你看 打转向灯的时候 右边是正常的 但是左边闪的特别快 这可不是催你赶紧左转 而是你的车灯有问题 其实车灯上的故障啊 就这么几个 咱们自己动出手 都能解决 根本没有必要去修理厂 花冤枉钱 第一 晚上在开车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车灯照出去 不够亮 特别暗 看不清楚 其实 咱们只要在大灯的后面 找到这个灯盘插座 顺时针一转 就能把里面的灯泡 给它取出来 接着 拔掉这个插头 去往上花二三十块钱 买一个相同型号的 LED灯泡 给它装上去 安装方法也特别简单 插回插头 把灯泡塞进去 逆时针一转 灯泡就换好了 这样晚上在开灯的时候 就跟白天一样亮灯 第二 大灯里面有雾气 其实是这个灯这 密封不好导致的 咱们也没有必要去修理厂 咱们只要从食品包装袋里 拿一包干燥剂 然后把大灯后面的防灯罩取下来 把干燥剂塞进去 再扣好防灯罩 这个雾气就会自动消失 第三 晚上开车的时候 大灯照得特别近 看不清远方的路 其实 这个远近是可以调节的 咱们只要从家里面 找一个这种十足螺丝灯 家里没有的话 超市就有卖的五毛钱一个 然后从这个位置插进去 轻轻旋转 就可以调节大灯的远近 逆时针是调远 顺时针是调近 第四 灯这儿拥久了之后 会发黄发暗 其实咱们只要把啤酒和可乐 倒在大灯上 用毛巾擦拭干净 灯这儿就会变得光亮如鲜 最后 打转向的时候 指示灯闪了特别快 外面呢 也闪得很快 其实啊 就是转灯的插头通了 咱们只要拔掉 重新插一下 问题呢 就能解决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我是松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段 其实支持 购买纯电车 已经是越来越多 城市青年的新潮选择 对于家里面 已经有一台油车的家里来说 也是如此 因为使用成本和保养成本 会更低一些 那各位潮保保安们 想为家里添置一台电车 日常通行 带步 进度的孩子 作为家庭里面 新添置的电车 你会怎么选呢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 商行大众ID3 一辆安全可靠 颜值高 有潮区的 城市纯电精灵 选电车 首先电池就很重要 新能源电池的主流电池 一般分两种 三亿电池和 磷酸贫磷电池 三亿电池造价高 但是续航更好一些 磷酸贫磷电池造价比 续航表现稍微差一些 像商行大众ID3系列 就是选择 续航更好的三亿电池 所以它的续航表现 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还装备了 360度电池包装甲 让良好的续航 建立在可靠的安全性之上 这台车呢 还有一点非常难得可贵 就是它虽然采用了 更贵的3亿电池 但是在国内卖的 比在欧洲大本营 还要便宜 这点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 这辆车是采用大众 MVB纯电平台打造的 和原流车 MVQB平台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不同于很多 穿着人籍 有改电的纯电车 它是为纯电而生的 虽然是一辆紧缩型的车 但是它的车内空间 所以它采用了一个 四轮四角的设计 这样就可以把轮距和轴距 都扩大 从而获得一个 更好的车内仇用空间 感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试驾一下 来体验一下这种 四轮四角设计 带来的小身材大空间 出色之外呢 还有AR HUD 抬头显示 30色的氛围灯 潮区可爱的车历外观 和角度金星的内饰设计 这些都是上级大众ID3 值得你去试驾 去购买的优点 最后来说一下 我为什么特别推荐这辆车 作为年轻家庭 添置电车的 首先呢 电车主要是满足城市出行 ID3呢 就可以非常出色的胜任 而且如果是有孩子的家庭的话 安全性一定是重中之重 除了前面说的电池曝光甲 ID3还有最高80度高温的 桑拿除尔供应和 双层控制绿心 让车内空气 更加的洁净和安全 所以说这样一台 安全可靠的城市精灵 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 后备箱里面的 这个东西 大家都见过吧 你以为它只用来拆轮胎的吗 你错了 其实它的作用还大着呢 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留好 千万不要扔了 因为关键时刻 很可能救你一命 第一 车子半路抛锚 打不着火 千万不要着急 一般是油箱里面的油泵 接触不好 咱们只要用它 轻轻的敲击一下油箱 然后再上车 就可以一把打着火 第二 行驶的时候 放机突然高温了 这时候也不要急 咱们打开机舱盖 然后检查一下 车头前面的这个电子风扇 是不是不转 如果不转的话 用它轻轻敲击一下 问题就能解决 第三 打火的时候 一点反应也没有 大家千万别着急叫拖车 一般是车头前面的启动马达 接触不好 咱们只要拿它 轻轻敲击一下 然后上车就可以顺利启动 第四 被困在车里面 出不去 咱们打开中央扶手 拿出它 用力的击碎玻璃 就可以铺双扫声 怎么样 它的作用是不是很大 我是聪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1000个 汽车支持 几年前买电动车 总是被人调侃 买了台电动电 为啥 难伺候没 尤其是一到冬天 简直就是barbecue了 但随着新能源市场的 日渐成熟 纯电车型百花齐放 如今的电动车 还那么怕冷吗 怕不怕冷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要试 那就是个大的 这部懂人力 在零下20度 呼伦贝尔 冬季七十时间场 搞了场冰雪以外大比拼 共计41位新能车车的 热门选手 齐驱雪地 相互切磋 有冷启动 低温续航 低温充电 这种入门基础的常规赛 更有低温加速 制动 迷路 自驱等 激情满满的性能战 而测试的结果 更是小刀拉屁股 开来眼了 同为550公里 续航的三台车 几何C 高盒Hi-Fi X 在实际的续航中 就是比汉一威要高 这说明啥 3原理电池 比磷酸贴电池 香啊 而且卖14万的i1 真实续航 一分钱一分货了 比如在低温充电测试中 发现 车价越高 充电的速度越快 再比如 决定冰雪场地 加速成绩的 不再是发动机的 最大功率 而是驱动测试 和电子限滑系统的 工作效率 这叫啥 要想跑快 得先别怕滑啊兄弟们 在冰雪场地上 两驱车那都是弟弟 四驱车才是YYDS 东北的朋友们 听我的 有条件的 咱就上四驱 没毛病 完整的测试结果 还是咱们自己 上抖车地看了才知道 享受电动车的朋友们 看完视频再下走 心中正有底 最后不得不说 整体看下来 虽然还有很多不完美 但是如今的新转车 都是越做越好了 三电系统 整车集中度 完整度 都是今非昔比 自主品牌呢 更是进步神速 必须再一个 说那么多 现阶段 你会选择电动车吗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